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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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光法师文超夫勇家某坤记书 作为大德比丘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文本 请看超文 二位令亲在堂 移以净土法门 感应事迹 常识解说 令其发欢喜心 信受奉行 若不以此为孝 则 纵然 尽是之所谓孝则 究竟于亲有何利益 大于大于大圣人也 大于大圣人也 不就于滚之神化为黄人 若于羽渊 观此可不替然今 仅然物 以求祷亲之神 高欲海慧 亲至弥陀 以正夫 寄心本具之 无量光寿夫 好 大家请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印竹 对周梦游 周群真 二兄弟 开示如何尽孝道 我们知道 中国的鲁家文化 非常重视孝 百行孝为先 孝是助人的根本 君子物本 本力 则道身 所以上古时期 我们中国的古圣先王 比如说姚迅 他的圣德 无非是孝替二致 大训就是由于他对父母的那种成效 大效 使得姚啊 对他非常看重 选拔他为接班人 善浪天下 那么大训笑到什么程度呢 他有一个古墓的古父 就是瞎眼的父亲 有一个后母 母淫 就是非常顽劣 还有一个带来的弟弟 这三个人 结成一帮 都要害这个大训 啊 常常要害他的生命啊 就在这种情况下 大训还是非常啊 孝顺他的父亲母亲 以及有爱他的弟弟啊 得不到父母的欢心 那是纵然得到天下都不快乐 好妻已搞天啊 所以大训是终生孝父母 啊 敢得他在立山耕田的时候 敢得大象为他耕田 青鸟为他拔草 啊 这一念存孝之行 扩而广之 就能够治理天下啊 啊 所以 孝涕者 有一个人 托而广之 把这个孝涕 令天下人都这样去做 他就可以治理 国家天下 垂拱 无为而天下之 所以我们中国的一部孝经呢 啊 相传是孔子的学生真子所传 但也是 成细作啊 啊 孔子的思想啊 啊 孝则那是天之精 地之义啊 孝道极处可以光于四海 通于神明啊 是一个人 人格的基础 是一个国家 治国的根本 啊 那么世间的孝 一般都是 啊 小孝 是 善养父母 啊 不仅养父母的身体 还有养父母的养智 啊 让父母得到欢心啊 啊 沉顺父亲啊 啊 父母 所以孝一定跟孙联系在一起 孝顺 啊 顺应清心 那么孝 他还要完善自己的人格 在社会上要建功立业 能够光中耀祖 啊 这就是大小 啊 啊 那么 在我们 佛门来看 佛教 也是注重孝道 啊 但佛教对孝的内涵的深度和广度 更为 深广啊 啊 不仅 要承担世间的这种孝顺父母啊 啊 立身扬名啊 啊 光中耀祖这个职制 更重要的 啊 在生命的 出世间上 要令父母 得到 究竟的 解脱 无论是世间 还是出世间的利益 但一念的孝心 却是 共同的 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 就是佛门的一部孝经啊 啊 地藏菩萨发的这个大愿啊 啊 地狱不空 誓不 成佛啊 啊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这样的红色大愿的啊 啊 他的源头 就是来自孝啊 啊 就在于他做啊 啊 光母女 做婆罗门女的时候 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啊 啊 到地狱里面啊 啊 从把母亲从地狱操拔出来 同时通过念绝花定制在王奴来的名号啊 啊 啊 救度他的父母之后 心量扩大 才发现地狱的众生 却是自己多生多劫的父母啊 啊 所以 由对今世的父母的超度 就扩展到无量劫父母的超度 一切众生 生生世世成为 曾经为我们父母 所以要度尽一切众生 啊 啊 那么 这就是给父母就近的利益 但在世间的孝道方面 不能由于出世间的孝 世间的孝也不近 也同样要近 两者都要坚固啊 啊 这个 比如啊 佛陀在世的时候 都是在以身作者 教世中弟子 要孝顺父母 有很多的经典都在谈到父母 恩德啊 十月怀胎 小孩 三年的补养 啊 推干旧食啊 小小孩啊 啊 到尿藏肠了 把小孩放在肝的地方 自己睡睡在湿的地方 啊 没有啊 粮食有限 首先给小孩吃 这个小孩 子女生病了 那就恨不得病移到自己身上来 一生都在牵挂子女 那种无私的奉献 理解了父母的心 才会稍微能理解下佛心 佛是一切众生 等同一子 就是父母的那样的慈爱的心 由此在这个世间上 对每一个人来说 最有恩德的是父母 如果不能知父母的恩 不能报父母的恩 那这种人 人都很难做成 更何况去学佛呢 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就记忆这一点 来施以教化 有一年 这个 饥荒之年 这个 原始佛教的比丘都是脱波的 那么饥荒之年 每个人家自己都吃不饱 所以比丘脱波 也就常常是空波而回 脱不到饮食 佛陀 佛陀也不例外 佛陀脱波也常常空波而回 到了第三天 还没有脱到一点粮食 当时有一个比丘 路上看的佛陀 又拿着空波回来 好像身体很虚弱的样子 他就想到佛陀是世间无上福田 他都脱不到粮食 那怎么办呢 他就想供养 供养他 他什么供养呢 他唯一的财产 就是三一一博 他就把这个给变卖了 买了点钱 这个再购买粮食 然后呢 这个蹭了一博 满满的饭 就供养给佛陀 佛陀是无眼缘明的 知道他这个饭的来历 但还是明知故问 就问这个饥荒时代 饮食难得 你怎么得这一博 这么好的饭呢 这比丘说 我看到佛陀 三天没有脱到波 我发心把我的三一卖掉了 换了这一碗饭 来供养佛陀 佛陀说这个三一 这个加沙是三世足佛解脱的床项 最胜 最上的 你发起这么大的心 把三一都卖掉 来换这不饭 这个分量太重 我吃不消 我不能接受你这不饭 那这个 比如说 佛陀不能够接受这不饭 那世界上还有人能够吃得消这不饭吗 佛陀说 有 他说你有不有父母 他说 我有父母 他说 你父母能吃得消这不饭 你去供养你的父母 紧接着佛就问 你父母 信尽三宝 佛 这笔就说 我父母还不信尽三宝 佛陀说 你把这不饭 供养你父母后 你父母就会信尽三宝 你看这就是佛陀在以身作词 让他去供养他的父母 那么佛菩萨硬化在这个世间 做种种的教化 也常常从孝道来 施舍 施舍的 原来我们中国大陆有个公案 说有一个就是一个母子两 这个母亲是年轻手寡 养大了这么一个儿子 但这个儿子呢 却是不怎么孝顺 但母亲仍然对他非常的慈爱 有一天这个顽劣的儿子想一想 他忽然想到要朝普陀山 去拜观音 这一去到普陀山 就看到一个 这个观世音菩萨就变化的一个 这个老太太 就路上告诉他 说你到哪 年轻人你上哪去去啊 他说我要去到普陀山拜观音菩萨 那老太太说观音菩萨不在普陀山呢 观世音菩萨在你家里啊 他说在我家里啊 怎么会呢 他说你现在赶紧回去 如果你敲开门 看到一个啊 啊 披上这个啊 啊 棉衣 这个鞋子倒穿的啊 啊 这么一个人出来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哦 他一听观音菩萨在家里 他就马上回家 回到家里 这时候是黎明的时候啊 天刚刚亮啊 他那个门还没开 他就敲门 敲门 因为他的母亲还是天天想着 他这个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一听到敲门是他儿子的声音 就很高兴啊 很惊喜啊 连那个衣服都顾不上穿 就把衣服披在身上 鞋子都都没有时间穿好 倒穿的鞋子就赶紧跟他开门 这一开门 这个儿子一看 他开始这个跪在那里 就观世音菩萨 他一看真的倒穿鞋子 那个披着衣服 那个天亮又蒙蒙蒙蒙亮 也看不清楚 反正就是披着衣服 说倒穿着鞋 哦 他一看哎呀 真的是观世音菩萨 赶紧磕头啊 等到他看清楚的是他母亲 他在恍人大悟啊 所以以后他就孝顺他的母亲了 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了解 学佛的人一定要奉行孝道 敬业三福 佛说 三世诸佛敬业正音的三福 第一福 世间的福就谈到孝顺父母 奉事师长 慈行菩萨修实善业 把孝放在第一科 来开示我们 那么这是世间的孝要进到 初世间的孝 要解决父母 轮回的问题 所以对父母还在世 就要常常以净土往生一法 要常常的去劝勉 还有往生感应的事迹 常常跟父母去解说 令父母伤亲 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 产生欢喜心 去老实念佛 一个在家居士 如果不能以这个劝勉伤亲 来念佛求往生 作为孝的核心内容的话 那么纵然能够进世间的 所谓孝道 世间孝道就是物质生活 让他赡养 甚至精神生活 也让他比较舒心 乃至于建功立业 扬明后世 光宗耀祖 这就是世间孝的全都的内容 但是这些东西 在世间来看也是很不错了 但对于出世间的佛法来观照 他不能给伤亲以究竟的利益 还是不究竟 不圆满 这里举出大禹 大禹是下朝的开国的天子了 姚顺禹 大禹是我们中国历史上 治水成功的一位圣君 是大圣人 当了天子之后 也是生活非常简朴 然后供养天神 也非常的丰厚 非依福尽神明的 他的父亲叫滚 滚在瑶的时代 也是一位大臣 他去治水 他就采取了一种赌的方式 倒入赌水 结果水患愈演愈烈 到了大迅的时候 就把他处死了 那么这个滚呢 他的神石就化成了黄仁 化成了一只 这个海里面的山竹鳖 变成这样的 那么这个 羽啊 就继承他父亲未尽的事业 治水九年 三国家门而不入 最后成功了 中国分为九州啊 就从大云内开始了 那么这个 建立丰功伟业的大圣人 对他的父亲 死后的解脱 都没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就让我们要警觉了 从中也要产生觉悟了 世间法 它不能解决 父母死后的解脱问题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 把引导父母的神识 超越六道轮回 能够超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能够进入亲近海会的行列 让他亲至阿弥陀佛 到那里文经说法 来正到自信本具的 无量光 无量寿的信德 就是说 让他 让父母 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近成佛 这才是一个学佛人 大孝当中的大孝 亲得离尘埃 指道方成就 伤亲能够离开 三界六道的尘埃 我们作为子女的孝道 才算圆满成就了 是交给这个 这里尤其特别谈到 要引导伤亲的神识 高于海会 要重视 临终住念 生命当中 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如何面对死亡 这个中国的五福 它有其中一福 叫考忠命 寿忠正庆 善忠 都是五福里面 重要内容之一 那么对于净土一法来看 善忠不仅仅是 它保持人生 甚至生到天道 这在世间人看 已经是很善忠了 但还是没有解决轮回问题 对净土一法来说 这还不算善忠 一定要成就 往生西方净土 才叫真正的善忠 世间人不了解 这个死亡的整个过程 往往对他的伤心 很难让他得到真正的利益 留下了很多的悔恨 这个春节前 我有一个原来学术界的一位同学 他是专门搞生死学的 在我们国内搞生死学 也是很有成就 写了很多书 他春节前到我这来 也给我送了他写的专著 生死学 他搞了二十年的生死学 包括临终关怀 他谈到就是 最近他约母的去世 给他震动很大 觉得自己要 更要注重这些临终关怀的操作实践 不能光讲理论 当时他说呢 我也没有看 不知道他是怎么样 引起这种感慨 所以在春节那几天 比较空闲的时候 他就 他说他对于他冤母死亡 去世的过程 他有个后继来记载 我就看他那个后继 才发现他这种感慨 还是由衷而生 他说一张什么事情呢 因为他是跟他的岳母 住在一起的 他岳母作为他家里的成员 帮他抚养小孩 操持家务 对他家庭贡献很大 所以感情非常好 就在 一年前 他那个岳母就觉得 肠胃 不是 太舒服 就到医院检查 他们也以为 没有什么问题 但一检查出来 是癌症 是癌症 这个他们 这两夫妻就觉得 无所适从了 怎么是癌症 一下子好像天塌式那样的 于是面临这个问题 他们马上得出决定 保密 不能让自己的母亲 知道这个事情 保密 他为什么决定保密呢 也有一个姻缘 说他的岳母 在这个 他的那个居委会那一带 是一个很 很热心肠 很有 很帮人做事的 做好事的人 所以在 这个那一片 都很有威信 那在家里 也是很有威信 一心想到别人 谁的孙子啊 侄子啊 儿女啊 谁过生日啊 他要去操办啊 谁怎么结婚 怎么操办 也是很有威信 在整个家族 就好像一个 总司令的 这样的角色 来指挥的 平时 如果谁得了癌症 他都会说 哎呀 这个人得癌症 肯定是 造了恶 才得癌症 所以呢 他觉得 自己的母亲 这么善良 怎么得了癌症 这个事情 不能告诉他啊 他平时都说 造了恶 才得癌症的 现在说他得了癌症 那他自己造恶 他接受不了啊 他就 采取保密的形式 这一保密可好了 就肯定说假话了 哎呀 是一点肠胃病 慢慢就会好 但是这个岳母也 开始以为 也是一般肠胃病 但毕竟是癌症 慢慢地恶化 慢慢地就 就很痛苦了 痛苦 这一痛苦就 就烦恼起来了 这岳母说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你得让我动 动手术啊 不动手术 动的手术就好了吗 这两个子女 又不敢让他重视 生怕是恶性癌症 扩散了怎么办 所以搞得他 那岳母就跟他发脾气 你们怎么回事 不让我做手术 是不是舍不得钱 我有钱 哎呀 这样这两个搞得很被动 又说不出真实的东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安慰一下 就做手术吧 一做手术一打开 已经是扩散了 扩散了也没有怎么 就赶紧缝补起来 缝补起来 这一做手术 这个岳母 心情比较好 以为做了手术就会好 谁知道做手术 还是恶化呀 进行化疗都很痛苦啊 这个岳母就在猜测自己 大概是得了一个 很重很重的病 但是她的子女 一直不跟她说 就消瘦消瘦 消瘦到最后 实在是没办法 就想到要回到家里去 回家里去你说多磨狼啊 又不敢白天去 因为生病以后 生就是很巧寿 很消瘦啊 很难看啊 她的岳母又好强 平时都是很精神的 怎么很难看 又把别人看得不好意思 是不是造恶呢 怎么回事 所以还是等到晚上 大家都休息了 偷偷摸摸的 拿着开着车 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 也不告诉左灵右蛇 在那里回去的 大概一两天就去世了 去世之后 就赶紧让殡仪馆 把她送过去 美容 等到出葬的时候 来遗体告别的时候 她的左灵右蛇 才知道她已经去世了 结果去看望她 说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们在她病重的时候 我们去看望她呀 一个都没去看 就谈这个过程 所以我这个同学说 我搞了二十年临终关怀 我怎么对我的岳母 一点进度使不上啊 这个悲伤安危 也没有办法 让她岳母在非常遗憾 非常痛苦 还在怨恨当中走的 她就很悔恨自己 所以我是告诉她 你要搞临终关怀 好好了解进度方面 进度念佛 祝念以法 是这个世间当中 最好的临终关怀 舍弃之外 都不能让父母 得到究竟的礼仪 那么这种事情 需要了解生命的 死亡的一些 基本的情况 而且需要了解教理 及时的开导 把握这种病人 在灵命中时的 微妙的心理 给予及时的开示 解开她心理的情节 让她万元放下 靠导阿弥陀佛 就能得到究竟的利益 那么这根病人 她自己的发心 一定要引发她 求往生的这种 强烈的愿望 愿力 这时候再配合注念 她就能够成功 我们在元旦的时候 东宁寺注念了一个 九江的老居士 功老居士往生 非常殊胜 那时候我们正在打 冬季佛七 她是一个胃癌 全切除的一个病人 住在九江医院 插到管子 输液来维持生命 她也感觉到这样不好 所以她就打电话 给我们东宁寺 说我能不能到 东宁寺去往生 我们同意了她的 这种要求 欢迎她来东宁寺往生 所以她一听说这个 她就很高兴 把管子全部拔掉了 马上让她的儿子 雇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东宁寺 来了之后 我们就给她安排注念 在这个七天当中 她是不吃饭了 也吃不进去了 她是胃癌全部切除的 七天当中没有痛苦 临命中使 临走的时候 对着佛像合掌 说来了来了 就是她 就是她 说完就走 脸上 红光满面 那种笑容 真的是非常灿烂 非常灿烂的笑容 头顶发烫 全身绵软 往生内向非常明显 所以给当时在场的 来自全国各地的四种弟子 都有很大的鼓舞 那那个七天当中 确实佛号没有断 正好有一批 比丘尼在那里 他们带走一批居士 佛号没有断 也算功劳 居士 福报很大 他连断气的时候 这个在场的 一个比丘尸 在那现场指挥 把他的家属 全部遣到外面去 是这些 比丘尼尸 还有两个比丘 都跪在那里 跟他助念 恳请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 接应他往生西方 进了世界 所以这一例 是助念成功的 由于这样的一个 良好的开端 现在很多 很多居士都希望 来东宁市 来往生 我们东宁助念团 也在接纳这些 愿意到东宁市往生的 我们帮他助念 我们也在遵循 做祖师的教诲 能够帮助 一个人生净土 就成就一个众生成佛 这个意义重大 虽然助念的过程 是比较辛苦 但是这个事情值得做 助念的人也很有功德 也很有功德 那么这张助念的事情 从病人 他开始生病 你就得把握 他的心理状态 他生病之后 像功劳巨师 他成功是来自于 他求往生的 这种心 非常猛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生病 他不是求往生 而是想到 我怎么病好 那就麻烦了 我想在这对这个问题 我想 周梦游和周 周存群真 他的母亲往生的时候 这个过程 跟大家做个介绍 这个周梦游的母亲 从生病开始 他就不断地把他母亲的情况 跟印竹 就写信来汇报 请示 该怎么办 怎么办 印竹就 即时地给他反馈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过程 跟大家介绍一下 当时 周梦游 周群真的母亲生病了 虽然有七十多岁 但是呢 他生病并没有一心求往生的心 还是想求身体健康 康复 那么对这一点 印竹有这个开始 在回信里告诉周梦游 说你的母亲虽然年高 但对于净土往生一法 他平时没有认真的羞耻 很多人都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他也信心佛 出赤字哉 实际上真性切怨 所谓无产有净土 有净土这一点 都是打折口的 没有认真羞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还不能说得太白了 说你一定往生 一定往生 这个东西还很微妙 你作为子女说 你赶紧去往生 说不准他会理解 怎么样 你这么不孝啊 他就盼望我死啊 他就会这样啊 这东西还很微妙啊 你还不能这样去说啊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在病中 还不要跟他去提这个事情 就让他好好念佛 好好念佛呢 就能自信念佛 蒙阿弥陀佛加批 他的身心得到安乐 得到安乐 如果说命数没有尽 固然他身体会好起来 等他好起来之后 再要婉转地劝导 劝导他有求往生的心 业离娑婆 心求净土 你在那个时候 还不能劝他了 我本人也有这方面体会 这个我父亲往临终的时候 他平时 那是九三年了 九三年 尽管我母亲念念佛 他不怎么念佛 所以我那时候在北京 赶回家之后 我的那些哥哥姐姐 那时候都没信佛 现在他们大部分都信佛了 那时候都没信佛 搞得我基本上 就我一个念佛的 你说对我那个父亲吧 你让他求往生这个话 还真的说不出口了 他会有其他的看法了 所以我就帮他念无量寿经 帮他念佛 念佛尽管我就让他听 谁做这个符号 听这个符号 因为他想求生存的心 很强啊 求往生的心很弱啊 是这种情况啊 所以这里一定要 细心 完 完转委屈的劝套 这样等他身体健康之后 平时要常常讯息他 要讲在这个世间轮回的苦啊 西方极乐世界的乐啊 生到这个世间很不容易啊 但人超生很难啊 但堕落三个道很容易啊 如果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山徒受苦就无量无边啊 所以我们今生得到人生 又闻到佛法 要赶紧解决这一种大事啊 平时要把这些东西 反复地跟他熏悉 这样或者就可以发动他叙事的 这种净土的善根 在这个时候 你再跟他讲就比较好了 要么他会觉得你是不孝的 你还盼我找死呢 这个东西是要注意一点啊 那么这个映竹对周梦游两兄弟 也是这样讲的 你现在先不要再那个说得太直白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等他有一点信心之后 他再生病了 就叫他放下一切求往生 其实最好的心态就是一心带死 不要在这个时候 在这求神求鬼 这个求赶快身体健康 甚至为了滋补身体 杀害众生 这不是捏上加业吗 那么这些鬼神 他也是世间的凡夫 他自己都不能解决自己生死问题 你求他会有什么作用呢 那么我常常有很多人碰到这个情况 因为他一心要求身体健康 这是病急乱投医 求神求鬼求什么都求 这时候都要放下 都要放下 这个戒杀父生 爱惜污蔑 不要依照世俗的知见 这时候给父母吃鸡吃肉 吃什么补 进什么补 这些不要以这个为小 那么 当时周群真 他想到外面去修行 谁 印竹的信马上过来 说你的母亲现在有病 你断断不可以 在你母亲病没好 就离开 到山里去念佛 现在你们全家要 轮断在母亲的旁边念佛 能够使他随着念更好 不能念也要静听 静听 印竹在这时开始的非常的细致 说人在灵命中时 如果有得助念的人 决定可以往生 如果没有助念的人 或者在以这个家庭卷书 哭泣啊 搬动啊 这个哭泣动他的爱情啊 爱恋之心啊 搬动动他的憎恨之心啊 这些就会让他堕落 这是千金于法之际啊 非常危险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注意 助念的方法 等他有这个放不下的时候 你得要开始他万元放下 这个家里的事情 子生后代的事情 他需要办的 你跟他办完 让他心里没有牵挂 就一心求往生 一心求往生 所以这个时候能成就 告诉周全真了 你能成就你的母亲往生 这也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 就是积成劳行佛事啊 这个功德比寻常的功德 那是殊胜万分 就是说这时候一门心事 把母亲往生的事情 看着为止为大 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 然后他母亲对一些存款 希望做点功德 那么应主告诉他 用这些款项来注印观音送 这样广为流传 使这个母亲 你的母亲借助这样的功德 消除罪孽 增长腐贿 这是 那么在生病的时候 一般子女也都比较有效的 总希望自己母亲病能够好 甚至父母亲的病不能好 转为家重 可能有些人都会生起邪见 你看我都全家信佛了 念佛了 吃树了 我母亲虽然没有认真修持 也是一个善人 怎么病不能好啊 是不是没有因果啊 是不是都有这些啊 所以对这个东西 我们要有正确的知见 首先要看到 人的生命是无常的 人一定会生病的 有种观点说 你信佛 念佛了 就没有病 好像把他没有病 认为他修行 很有功夫的表现 这观点对不对呢 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有这个涅暴身 有这个四大的血肉之躯 必然是有病的 连佛视线在这个世间 都视线有病嘛 那我们看大乘经典 很多他方世界的 祖佛都派遣菩萨来问训 释迦牟尼佛 问训的时候 常常说 这个佛 这个安闻佛 饮食亦得佛 众生亦度佛 少病少老 都说是少病少老 都不是说无病无老 你最多能做到少病少老吗 你怎么能做到无病无老呢 所以有 都有些知见 都不符合佛教的 一些基本的观念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 迟早是要无常的 我们每天都是跟病打交道的 我们的身体 就像耗散结构一样的 它是说一耗散状态 耗散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无常的状态 所以我们每天 吃药啊 吃饭也是吃药 还有各种药 是在修补这个身体 让它勉强维持住而已 它是趋下一败坏 无常的这个过程 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人家是无常啊 今天早上 对一个居士念念佛 就倒在地下 到那很快就好了 那怎么知道 念念佛就倒在地上去了呢 这个身体就是很苦老的呀 稍微一大不调 你就控制不住它呀 所以这时候要开示 对母亲要开示 这个病是现世的四大四条 以及叙事的孽障所致 对于一个学佛行善的人 他有病 你要从正面看 这正好是重报 转为现报 清报啊 它是一件好事啊 别说一般学佛人 就是那个大修行人 他也有病呢 你看玄章大师 他总工 大翻页是功德大 他临终的时候 他也生病了 他一生病 他还产生了怀疑 哎呀 是不是我翻译的经典有错误啊 才让我生病呢 这时候 菩萨现前安慰 安慰他 不是你翻译的经典 有错误 是你网 网节的罪报啊 现在现前 一点 小小的病苦的报 给你报掉了 还有这个天主国的戒贤论师 那是佛教的大家 他病到什么程度啊 病到啊 要自杀的程度 实在是受不了啊 病得病苦到那个程度 所以就在他要自杀的时候 也是菩萨现前啊 告诉他你不要自杀呀 这是由于你网节做国王啊 杀害众生太多了 所以这个杀生 杀众生的这样的涅报现前 让你受殿苦来消涅障 现在你等一等 三年之后 由这个正兰国会来一个学生 玄章 你等他过来 你要教他佛法 在玄章大师去了之后 见到戒贤论师 在他坐下来求学佛法 当时戒贤论师旁边的法师 就向玄章大师描述 那个戒贤论师 在那个生病时候的痛苦 都说不出来呀 都不敢描述啊 实在是太痛苦了 那你说 在大修行人都有这个病苦 更何况一般呢 所以我们对这个有病不能好啊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见 那么这样 这个过程 周梦游母亲的这个 从生病到往生的过程 印竹一直 虽然她没有在现场 然而她通过书信 一直在跟踪 一直在开示 这样终于她的母亲 在初二那一天念佛往生了 念佛往生 这个消息传到印竹能力 印竹一方面表示不胜商碳 然后进一步开始 这时候在商计期间 怎么办 在商计期间一定要吃素 不能铺盘 铺排张罗 但是世间人啊 他是要面子啊 要办得风光啊 要让来参加祭奠的人 要迎合他的好药啊 大吃大喝啊 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些 上纪的这些过程 有时候觉得是 真是做个佛人看的 对死亡者并没有什么关注 他在旁边守 守灵 也没有一点悲弃之感 觉得时间太漫长 很多都是在旁边搓麻将 你说什么 一方面停的 是在一方面搓麻将 这时候本来都是哀悼啊 缅怀啊 这些东西 他都没有 那这是世间人 他觉得时间很难消耗 当然对学佛的家庭 可能好办一点念佛 那么断气之后 至少八个小时 你不能动 不能搬动他 最好能念二十四个小时 最好 你八个小时也保证 因为你搬动他 他的神识 还有残留在那里面 他会有感觉的 那么首先吃素 难道呢 因为这个周梦游居士 这边是在温州一带嘛 永江 这个自古以来也是住佛事 非常兴盛的 好 这里印竹有一个很重要的开释 住佛事 只可以念佛 不可以住其他的 佛事 而且使全家通通通都肯切念佛 这样对你的母亲 以及对你们这些家庭眷属 朋友都有真实的利益 不要光当光当就搞其他的 这印竹这个开释 出现在很多地方 但是我们去做的会怎么样呢 也许大打折扣 有很多地方做金蟬佛事 他这个念得很快 旁边人都也跟不上 如果念佛的 大家都能跟上 而且这里特别提出 他要请出家众 僧人要念七七 四十九天的佛 这很好 最后他们两兄弟就决定 进来念佛 请出家人 就七十九念佛 念佛呢 这些出家人在念佛的时候 你们兄弟一定必须要 有人要随之而念 这也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早必出家念 你家属都不参加 家属要参加 一方面表明 你对这些请来的僧众 看到你有家属参加 他会重视一点 如果都没有人 他也可能是比较随意了 再加上你去念 这种母子之间的 这种天性相关 实际上更有利益 念得更恳切 那么妇女呢 就不要随着这个生词 不要跟出家人在一起念 可以另外在一个地方 或者用个帷幕把它挡住 他都 这个印竹都想得这么细 不要混在一起念 所以你们兄弟俩 能这样为母亲认真念佛 一直是报母亲的知恩 同时也是报佛生恩 那么在这个灵命中是还有点 由于我们佛们常常讲 这个最后神是从哪走 从顶上走 就是顶圣眼神天 这些 他又 就很多人就会 常常去摸 去探望 探 探什么 这些东西也不要去弄 你这么七弄八弄 那个人还没有死亡 你都探来探去 他生烦恼了 所以你不要去探 等他断气之后 这个就可以略微的 这个住下 你在没有断气之间 你不要动动息怒 一定要把他安静 放在这里 那么 这样这个印竹 还说你母亲 无论在病中 还是他往生 那这个印竹 都对他尽私有之疑 就在他印竹 每天的日课 回向的时候 为他的母亲回向 在他生病的时候 是回向 祈求三宝家批 他孟母 周母 周母游的母亲 受未尽 则疏于 受还没有尽 这个疾病 快速的痊愈 受已尽 则疏得往生 西方 受命已尽 就蒙佛结影 疏得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如果他已经往生了 这时候回向 就是回向他 联品真相 你看这个过程 就印竹开始的 非常仔细 每个环节 每个环节 都是细心地照料到 这样才是在帮助伤亲 帮助父母 顺利地往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有一个环节 出现差错了 让这个病人 生起烦恼了 那后果都是 不堪设想的 所以我们对 临终住宁的参加者 尤其是现场的 那种指挥者 我们都要选择 比较懂教理的 比较有慈悲心的 比较能随机应变的 心比较细的人 在现场指挥 这都不能太粗糙 我们看到有的地方 也有助念团 但助念的过程 原来听说网上 都有一个王者的家属 都要为助念团打官司 可能就是在助念的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非常粗糙 让人家的家属不能接受 甚至这个王者都是带着 很痛苦的这种心情走的 这都是肯定在很多环节 没有注意到 好 这是这一段 我们成就父母往生 注重临终住宁 就能让父母伤亲 得到最大的利益 好 请看下面 超文 自连居士 苦恨虽好 恐净土宗旨 有属不知 或求转女生 即生人天乐处之心 不能彻底放下 至无边利益 随世间小乐 而失之 亦以常为讲说 令其志向决定 夫劝一人生净土 即成就一众生 诸佛 凡成佛 必度无量众生 而其公由我使 其公德利益 何可思议也在 又自继修净土 尚需以此法门 普告一切 况 妻妾侄女 岂可不劝令发心 而失此据义父 倘天性相近 则和善如之 如烧相为 如烧相远 亦可见魔见燃 比极远而沉静 此所谓深爱 所谓红慈 舍慈而为慈爱 皆明有而实无 好 请看这一段 这是开示一个进阅学人 如何存心 如何感化 家人 这里提出的 智联居士 是一位七十多岁的 女居士 很多女居士 一般的宗教信仰都不错 很淳朴 所以她能够真修实干 所以苦恨甚好 她修苦恨 但是这些 这样的老居士 常常是 知见上 不一定很透彻 所以映竹说 恐怕这个智联居士 对净土中的内涵 宗旨 还有所不知 有所不知 就可能对她的苦恨的形词 赋予了不同的内涵 甚至苦恨不是很适当 昨天我们听温州的一位法师说 这里本地有一个老居士 他修苦恨 他叫打气 叫打恶气 七天不吃饭 打恶气一出来 就栽倒在地下一命无夫了 这都是这种过分 凡夫分上 就以凡夫分上来修行 佛经里面 净土法门 也没有邀请 有打恶气 甚至恶气 我听有的还更严格 连水都不喝 不准不吃饭 水都不喝 好像越苦恨越好 哪跟这个相关呢 所以这个知见 都偏了 那么有时候苦恨 他或者内心 还有转女生的这种心 觉得身为女人很苦 我下一辈子 能变成个男人多好 甚至还想 下一辈子再升天 再得富贵 这些快乐的地方 如果这些心 这就人天福报了 不能彻底放下 就可能导致什么呢 这个念佛往生净土 所能获得的无边的利益 谁作你求世间 小小的乐处而失去 所以对日连居士 这是作为很多老居士的一个代表 要常常讲说 净土往生的无量的利益 令其对求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志向 像金刚般的坚固不移 纵然是国王的快乐 纵然是转轮顺亡的地位 都不炫目 一心求往生 如果你炫目世间的 这个人天福报 你捨去了念佛往生 这就等于把一个无价的 模拟宝珠换了一根堂符如赤裸 那就是太不合算了 所以我们在劝进一切众生 信仰净土法门的时候 这个知见这一关是非常重要的 知见实际上能就是建立信愿 信愿是感通佛力往生的关键 不在意苦恨怎么样 你的苦恨必须在正确的知见指导下 这个苦恨才有意义才有价值 没有正确的知见引导的苦恨 往往还是有负面的效果 释迦牟尼佛的视线 最后是放弃苦恨 要走中道 就像这个秦玄要不紧不松 那众生修行 你都不能一下子给它要求很高 众生的心它是波动的 所以它的这个精进下 一定要让它松弛一下 再精进下 有张有尺啊 未知到啊 就像天气有 春夏秋冬 这个寒热的根梯 才形成一年的气候一样 凡夫的心也是这个 这个气候也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 你光是一个气候它受不了的 所以修行这个东西一定要 要善巧方便安排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进度中 不是讲究长时间的闭关修行 而是讲科取取证 你诺一日 诺二日 诺七日 诺十日 乃至诺四十九日 诺百日 这段时间你可以非常勇猛精进 这可以 但如果你一年到头 都是这个样子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听说 哎呀某某地方行波州 行了三年了 怎么怎么回事 他拿这个标榜 可能一般不明知见的人 觉得很佩服的不得了 但实际上我们看 我们看来也就是笑笑而已 怎么能这样去标榜 这不是凡夫分上的事情 你要住 你一个人住就够了吗 你还去推广他干嘛呀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一种方法的倡导 一定要应激 一定要根据众生的水平 而施舍而去实施 所以这个知见要长长的讲说 建立正确的知见 神性切愿 这样 以这个正确的知见 来劝导 大家 也是信愿持民 感通福利 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就成就了一个众生 诸佛了 那这个众生 诸佛呢 他就生起了 像阿弥陀佛那样的 无缘的大慈悲心了 这种大慈悲心 一上来 又有无量的 神通智慧 变财 他就分身无量 去度十方 无量 微尘差的众生 那这样的 不可思议的功德 他的源头 是从我这里开始的 是我劝他 往生净土 他净土到净土 他成佛 成佛他度了很多众生 那么他的源头 由我而死 所以你这个源头的 起因 你的功德 利益 也就不可思议呢 所以大家在 劝尽行者 做阿弥陀佛使者 帮助众生往生 这一点 他的方法 渠道很多 比如我们 身体力行 让大家从我们身上 产生信心 这是一种 另一方面呢 我今天哪个地方 有讲净土法门的法会 介绍他来参加 再就是我们 财布施 法布施 统一我们运送 净土中的经典 祖师的书籍 光碟 这样让大家 听闻这个佛法 产生信心 或者有很多贫穷的人 他没地方念佛 你正好有钱 是大老板 你帮他建念佛堂 成就他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等等这些方法 都是成就 劝勉的内容 那么我们自己 既然修行净土 得到了念佛的利益 念佛的快乐 唯有真念佛者 才能知道 这份快乐 这份利益 我们要以 这种 大平等心 来普告一切众生 也能得到 念佛的大利 那么这个念佛法门 甚至要普告一些众生 那对于我们 最身边的七切子女 就更应该要劝他 发菩提心 念佛求圣净土了 如果他不能发心念佛 也就失去 念佛往生 了脱轮回 圆成佛国的 巨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说这个 帮助人 你最身边的人 先要帮助 你的振心 诚意 修身之后 还要 首先是齐家 齐家才能 治国平天下 从清到书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由此呢 印竹这里就 对于家庆眷属的 劝勉发心 如果在家庭里面 他的善根存良 跟自己天性相近 这样一劝 他就接受了 他也就念了 这就是和善如痴 但有的你 劝勉家庆眷属呢 可能他的善根薄一点 可能他的其他的缘分 更深一点 一听他不相信 甚至反而嘲笑你 你怎么去念佛呀 你怎么这么迷信呢 在这种情况下 开始不能接受你 跟你很有距离的时候 这时候不要生烦恼 印竹在这说 也应该要有耐心 渐磨渐染 这几个 这句话很重要 这就是祖师 教我们 如何建立佛化家庭 的一个方法 当然文记性的时候更好 不能文记性的时候 甚至开始比较反感的时候 你可不能对得干 学佛的人 一定要有耐心 现在很多刚刚学佛的人 一学佛 反而使家庭非常紧张 甚至离婚 这就说明 他觉得一学佛 我就要让对方接受 采取非常猛攻的手段 你不接受 我就跟你掰了 反而家庭关系紧张 这样就不好 他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实际上 在现在是正常的 不能接受 你现在就相互尊重 即便你吃素 他不吃素 你可以先随顺他 那你吃你的荤 我吃我的素 再没有办法吃肉鞭菜 你也慢慢来 你不能一上来 你也必须跟我一样吃素 你不跟我吃素 就怎么怎么样 你就不搞得很紧张 他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这个渐进的过程当中 就是他那种 离得很远的距离 慢慢地他也靠近了 相互友好感 认同你的佛法 知道你修行佛法 对身心结构 对各方面都很好 对人格的提升很好 他慢慢接受了 就相近了 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方法 才叫对你的家庭眷属 叫妻妻子女 有一个深切的人爱 也就是宏大的慈悲 如果你对家人都不这样去做 那你的慈爱 实际上是有名无使 搞得家庭非常紧张 由此印竹是非常强调 这个居城学道 极俗修真 每个念佛行人 都应该是无尽灯里面的一盏灯 用你这盏灯 先点亮你旁边的七切子女 这个灯 再点亮亲戚朋友的灯 再点亮同事 外面更多众生的心 心中的这盏庆幸的灯 印竹是这样的来劝勉 那针对这个劝勉呢 你看我们看周梦游两兄弟 他们修行佛法 是很有信心 也很有善根 一修行就有很强的 这种了生托死的处理性 所以这两个人都程度不同的 都有想出家的想法 然而印竹却没有同意 他们出家的想法 我们看这个后面 个周群真几封信 周群真呢 他就一门心是想出家 要想拜印竹为师父 印竹给他几封信 是告诉他 就是按你的这个情况 按你的份来说 实在是在家得到的利益更大 出家得到的利益反而小 为什么 因为周群真呢 他的父母上亲还在 父母首先不同意 然后呢 他还有自己的家小 在这种情况下 印竹觉得 你应该 在家修行 在家修行呢 上不失父母高堂之欢心 下不失自己的 妻 妻儿子女的依赖 而且由于你在乡 这一个乡村来修行 使大家都能够 对你的行为 学佛的行为 增长亲近的信心 这不是很好吗 那周群真总是觉得 家庭事情太多 确实家庭是烦恼一点 事情太多 妨碍修行 他总是觉得妨碍修行 然后印竹说 你就以在家的 种种的系列 当做自己的 当头棒喝 长时间的 对这个升起 厌离之心 升起厌离之心 也就能够 促进长时期的 升起对极乐世界的 这种星球之志 这样你转变个心念 积烦恼为菩提 我们说成就 厌离心 怎么成就 你看那家庭 很多事情 正好你就升起厌离心 这叫 疾病为药 疾腮为通 成通 你转变个观念 不好的情境 正好是你修道的 逆增长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印竹坚决不答应他出家 甚至话说到什么 因为他出家的决心很大 印竹说 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话 那就希望你将我们师徒的假名字 取消 以后路上见面 也就是不认识 一同路人 这样开始他 最后由于印竹话说得很决绝 周群真最后也是保持了居士的身份来说 修行 那么周梦游他也是这个 这两兄弟也是难兄难弟 他出的心也很大 他当时给德森法师写的封信 说自己家里事情太多了 他说准备一年半以后 就把这个家里士推给妻子去 自己来苏州 苏州到印竹这里 专心修持敬业 那么这封信 这个德森法师就给印竹看了 印竹就给周梦游回了一封信 印竹给这两兄弟的书信非常多分量 你看在续篇有一篇 自念佛居士书 那个念佛居士就是周梦游 在民国十一年到二十六年这期间 把他汇集很大的贫富 在正片里面也有很多是给他两兄弟的 所以他两兄弟的很多问题 实际上成了我们印竹那个时代 带众生提问的一个当机座 提的问题都大于普遍性的 这个周梦游呢 印竹给他的信 说我对你这个想法绝不以为然 绝对不同意 说如果你的妻子是一个明理之人 又能善于超辞家务 教育子女 这个你的想法还可以商量 现在不是这个情况 你的妻子是一个没有文化 无知无私的人 现在你把两个还没有长大的儿子 交给你的妻子去管 这就等于你把你两个儿子 置于下流之内了 教育不好 他首先提出从子女的角度来看 那么这样就失去了 你作为父亲的天职 那么对面对你两个儿子 你就是不辞 没有父亲的辞 你还有高堂伤亲 你对于你的祖先父母 就是不孝 你不辞不孝 在佛法当中 对三规五戒就有所违背 佛法当中六度万恨 轮常硬式的也在里面 你都不够格 给他上纲上线 所以最后劝勉 你在家里修行 还能引导你的妻子儿子 归到佛法正道 在你这一厢当中 由于你在修行佛法 一厢的老百姓 都以你作为楷模榜样 虽然你在世间和佛法 不一定有大的作为 但也不是为你这一个乡里面的 一个榜样 如果说你把家里是全部推掉 到山里来专心念佛 大概其他的法师听到 或者会大家赞叹 但是我却不是这样 光不是这点点 你不要认错了 我不会赞叹你 你也不会同意你 如果你兼顾之心 不听我说的话去做 我也没有办法 让你一定按照我的话说去做 但是我可以做到 绝对不允许你 坐到报国寺来 因为印竹住在报国寺 甚至说你还要一定到报国寺来 那我就离开报国寺 我就回省西去 我为什么会要在报国寺聊此缠身呢 印竹话语说 很有智慧 说人各有天职 我印光不住在别的地方 住在报国寺 我住在报国寺是我的天职 那时候正是沦陷时期 如果我轻举妄动 离开报国寺 那很多人必然就生起这种金布之心 就难以住在苏州 那些明白道的人也必然要蔑视我印光 觉得你怕死 想逃避 所以由此蔑视 就会轻慢佛法 所以印竹说 我虽然没有力量止住恶人 但我还尚有点力量安住善人 所以我是住在报国寺 对苏州人大有关系 但你住在家里 对你两个儿子大有关系 各有天职 说这个话本来我不想说 但你确实 这个你所想到的 把家事全部推光 要到山里来念佛 这是失去了你作为父亲的天职 所以我就这样的把话说明白了 你看印竹对着真是慈悲之己 于是周梦游居士 最后还是很听话 还是居成学道 极俗修真 出污泥而不染 是这样 所以看来这个印竹 他真是教化众生 是很通他人情世故 很能从方方面面考虑 真的把敦伦敬奋 闲习存存 这两句话 是在他具体的教化当中 推现出来 确实很多人出力心很强 他就光想到自己 不想到他跟他有关系的 这些家庭眷属父母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因为净土依法 真正在往生这一点 倒不分出家在家 那印竹有时候赞叹那些在家居士 说你这个往生 逢法不再几根头发上顿 如果你真的发大菩提心 念佛还能逢法 那你就是待发高生 称为是待发高生 修菩萨道 他在世间更能够广泛地 跟社会人群接触 也能够有效地去做 劝进行者的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说印竹 对那种在教化家人的过程当中 要渐磨渐染 循序渐进 慢慢地熏悉 慢慢引导 开始不接受 你也不要去生烦恼 也不要对着干 他有很多人是 比如我在新加坡去年 都有一个同修提问题 说我学佛之后 我很想希望我的丈夫也来学佛 那怎么让他学佛呢 我就放奖金的袋子 你放就 他放不是自己听 让他丈夫听 丈夫听 他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放 放到他丈夫就发脾气了 人家还要上班 你睡觉的时候 你还放他干嘛呢 所以他提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你太个人重心了 你得要深深处地 要有一个过程 你想让你丈夫学佛 这心是好的 但是他还不想听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强迫他就听呢 你强迫他听 你首先对他不尊重 不尊重他的自由意志 你光这一点他就对你反感了 他睡觉 睡觉他能听你的磁带吗 所以有很多都是想当然的 那甚至夫妻之间关系 这个都是学佛的 他都搞得很紧张 那个说两个人 这个关系不好 大家都学佛 那个做丈夫的 就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妻子听到他念阿弥陀佛 他就不念阿弥陀佛 我要念琉璃光炉来 我不想跟他见面 他也到西方 我不去西方 我去东方 他就是学佛 这种人我是非 都是这么坚固 所以我们无论在家里 说明我们自己的道德力量 没有上来 所以这样有个过程 你就见魔见染 把你念佛的功德回向 也祈求阿弥陀佛 佛菩萨的大事大悲 通过这个中转战 来作用你的家庭眷属 让他回心转意 让他跟我们共同建立佛化家庭 共同成为菩提眷属 这样就是体现我们对家庭眷属的 深词 深爱 红词 这就是具佳心菩萨道 好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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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赛 Esther min 明 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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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